嗨大家好我是赵小乔 我是刘亮佐 我是刘梓泉 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全家一起参与 我们跟眼球先生的这个活动 Together Together 赵小乔女人说 大家好我是睁一只眼 鼻一只眼就会快乐一点的眼球先生 这就是我的工作室 天后张惠妹的原作 可以看得出来她跟我画的不太一样吗 这边其实算是一个 不想介绍 但还是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戏服 因为我有个剧团啊 《爱人》 《苏小乔女人》 准备了 《来自然之中的阻力》 《来自然之间》 《来自然之间》 《到年》 《引生人》 《白人》 《合法》 《青石梁沙》 《此经》 《太队物》 這段時間大家都辛苦了都待在家裡面 生活上面 心情上面 工作等等的全部都受到的影響 我最後高中的生活剩下的兩個月都被奪走了 那我的畢業典禮的取消只能改成線上 我原本高中最後一次跟大家合作 跟表演的機會就這樣沒了 我有兩個戲已經目前都停拍 延期到什麼時間也不知道 之後的舞台劇 大概目前看起來的疫情狀況好像也不是太樂觀 不過事情就是這麼發生了 我們也得咬著牙努力的生活下去 這個疫情真的影響到很多很多人 但是我覺得不管再怎麼影響再怎麼多 或是我們現在再怎麼辛苦 都一定辛苦不過那些正在前線的醫護人員 有一天我跟小喬就聊起來想說 我們到底有沒有辦法做一些事情去幫助 在疫情這段時間當中更辛苦的人 那剛好有一天跟一個醫生朋友聊起來 然後他們那邊有一些需要 比方一些醫療的物資 所以小喬就很熱血的 他先去買了便當送他們 然後希望他們在吃的上面沒有太多的煩惱 不需要去煩吃的這件事 也買了五個落地鏡 讓他們開放更多的這種 臨時的隔離病房或隔離病床之後 能夠有更多的落地鏡 供他們穿防護衣 可是這一些真的都是杯水車薪 我們也只是盡了自己很微不足道的力量 對我來講做公益這件事情 它必須持續的 而且給到最需要的人 他們最需要的東西 於是我們又開始想 我們到底要怎麼把這件事情延續下去 然後集合更多人的力量 但是這樣捐下去 我跟斗哥就覺得說 我們自己的能力很有限 這樣子我們還能夠捐多久 那剛好因為工作的關係 斗哥跟眼球先生他們有一些工作上的聯繫 提到這件事情 然後眼球先生也非常的跟我有同感 就是覺得那我可以做些什麼 雖然我們創作者可能我很幸運 我可以就是在工作室就是 就閉關畫畫不畫可能都無所謂 可是我覺得前線的醫護人員 他們是沒有選擇的 一定要在最危險的地方一直工作 偶爾看到新聞有人對他們的不禮貌 甚至很惡意的傷害 都會讓我覺得特別的難過或激動 他們已經這麼辛苦的在前面保護大家 對抗病毒這件事情 其實又是一個很危險的工作 身為一個創作者 我覺得我能做的事情 當然還蠻有限的 所以就想到說 我是不是可以用創作 或者是用我的設計 然後號召一些我的朋友 或者是串聯一些 也許是我不認識的人 大家一起 不管是實質上的支持他們 或者是鼓勵到他們 接下來我要做一件很燒腦的事情 我想要做這個T恤它上面要出現的圖案 然後又要幫醫護人打氣 那因為我算是一個很老派的創作者 雖然現在就是科技很發達 很多東西 電腦軟體啊什麼都可以運用的很厲害 但是我還是非常喜歡 在這麼多這麼多想法的同時 其實還是要有正面的態度去看世界 跟看現在的我們生活的環境 也許你覺得很不方便 或你覺得很多困難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態度還蠻重要的 好 那我來介紹一下眼球先生設計的這個T恤 它可以兩面穿 那第一面就是眼球先生戴著口罩的樣子 那意思是在防疫期間大家都要戴好自己的口罩 我知道真的很不舒服 然後真的很希望可以拿下口罩去過你正常的生活 所以第二面呢 就是眼球先生沒有戴口罩的樣子 還比著夜就很開心 那下面寫著Together Together的意思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一起來幫助 在第一線奮戰的醫護人員們 如果想支持他們的話 歡迎大家來參加這個活動 我相信大家在這段時間都過得很辛苦 覺得不方便也覺得很危險 等到疫情好轉 生活回歸正常之後 我們大家一起把這件衣服反過來穿 穿成這一面 跟眼球先生一樣把他的口罩拿掉 用他的大眼睛來看到更美好的世界 我就在想說如果我擁有這樣的T恤 等到疫情過去 我自己會知道 曾經我們一起攜手度過這個很艱難的時光 那也因為這個疫情呢 我覺得雖然很多人有爭吵 很多矛盾 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 但是我覺得如果是以後來想這件事情 我相信因為這個疫情 大家會變得更真心生命 然後更愛護自己身邊的人 然後更覺得這個社會 因為我們真的能夠去幫一些忙 出一點力 希望我的創作可以影響跟幫助更多的人 長長的可以跟工藝做連結 這是我自己覺得 成為眼球先生之後 我很想做的事情 這個人的力量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但是如果有一群人能夠一起做的話 我想這個力量是可以延續的 是可以集結的 是可以長長久久的 然後我們大家的力量集結起來之後 我們真的可以感受到 我們是在一起的 而且讓這幫助的時間更長更久 如果你跟我一樣覺得 我好像不是只有待在家裡面 我好像可以多做些什麼 那麼你就可以來購買這件T恤 然後扣除這個T恤的成本呢 剩下所有的金額 我們會全數捐出去 我們會請台灣愛杰隆跟醫療單位聯絡 去確實的知道 他們現在到底缺乏什麼樣的醫療資源 然後是我們可以捐這些物資給他們 希望是這一筆捐款是在一個最刀口上 然後最實際 最符合他們的需求 那真的很希望大家一起來響應這個活動 好 開始囉 我是趙小喬 怎麼還沒還我還我呢 嗨大家好我是趙小喬 我是劉亮佐 等一下 再一次 好了 OK 這為什麼這麼好笑 這為什麼這麼好笑 好笑